天哪我的姐妹们这是什么神仙鸡爪呀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个版本的鸡爪做法既简单又家常 而且味道绝对会惊艳你 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做吧 相信你吃完会回来夸我的 处理好的鸡爪我们冷水下锅 给它焯一下水 加入葱姜料酒去腥 大火煮开撇气浮沫 捞出洗干净之后 直接转移到压力锅里面 加入葱姜干辣椒去腥蒸香 再放老抽蚝油胡椒粉 一个卤料包入个底味 我用的是这款哈 你们参考一下 配料给你们圈出来了 加半罐啤酒吃着会更香 再补适量的清水 没过鸡爪 盖上盖子压力锅上去之后 用小火压8分钟 软烂但是不脱骨 就是最好的口感 留一碗高汤 重新起锅 菜籽油爆香之后 调整小火 下入姜蒜末小米辣 辣椒面炒出香辣味跟红油 倒入鸡爪翻炒均匀 再放一点盐蚝油 放点白糖提鲜 再来一点胡椒粉 继续把鸡爪翻炒上色入味 炒出酱香味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圆汤倒进来了 就这汤汁焖煮三五分钟 就会更加的入味 汤汁快收完 出锅之前有辣鲜露的 可以放点辣鲜露 再放点松鲜鲜真鲜 这个是彩椒 还有蒜苗放进来 再一直快速的放慢均匀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非常的软糯入味 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香辣香辣的 姐妹们你们信我 赶紧做